好继续来看到受到大家瞩目的台东自然行慢活 季季去年成功在台北举办首次全国社工专场温柔疗愈日 深受全国社工的欢迎 那么台东县政府今年在为全国社工朋友举办五感疗愈 一场唤醒感官的奇幻旅程身心灵的活动 21、22号在台北登场 那么吸引来自全国各县市将近有百名的社工来报名参加 为生活以及内在带来和谐欲宁静 台东自然行慢活季 继去年成功在台北举办首次全国社工专场温柔疗愈日 深受全国社工欢迎 台东县政府今年在为全国社工朋友举办五感疗愈 一场唤醒感官的奇幻旅程身心灵活动 21号、22号在台北登场 新来自全国各县市近百名社工报名参加 自然行慢活季22号将台北花博流星馆变身为 具有山海疗愈能量的台东自然场域 透过馆内自然光影 加上以光线布曼竹子植物 不梦网等自然媒材精心设计的场部 感受到台北少见的城市疗愈气息 台东县副县长王智慧表示 这几年许多天然灾害和疫情陆续发生 地县救灾人员以及社工们 长期处在高压高张力的工作环境 除了帮助别人也需要被疗愈 因此期许自然行慢活季 秉持着自助助人的精神 自然行慢活季从2021年启动以来 已经累计举办130场次 踏足台东许多乡镇市与自然场域 终继吸引3万多人次参与 而最为首个大型公办身心灵活动品牌 充分展现台东特有的疗愈休闲美学 而今年主题到台东 唤醒内在之光 预计办理超过60场次的身心灵系列活动 台东社会处表示 今年自然行慢活季将推出更多系列活动 包括5月以及11月的疗愈工作坊 6月以及9月的疗愈季 以及举办首届国际产业论坛等 希望让全世界看见自然行慢活季 建盘最综合报道